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结果很糟糕 但是小岚努力努力再努力 赛出了风格 赛出了自我 赛进了青梅竹马的心理 最终青梅竹马展颜一笑 比出剪刀手 啊 现在你们明白 为什么赛场上有女生的时候 男生总是很凶器了吧 相机咔嚓一声 小岚从过去回到了现在 结果青梅竹马 依然嫁给了别人 果然 命运是不可逆转的嘛 就算你天使帮助 也还是不能和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嘛 天使 你个智 会树上智慧果 智慧树下你和我 哎呀呀呀呀 原来当面加别人 不是啊 你这样未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小岚只不过刚刚打通了第一个教学官 所以接下来她要继续 哈利路亚 小岚要改变的第二个过去 是青梅竹马被别人夺走的初吻 初吻 字面上理解为第一次嘴对嘴亲吻别人 所以就像楼君和小岚这样初吻健在的人来说 初吻是神圣的 初吻的感觉是奇妙的 初吻的味道是 三三点点点欧海花妹的味道 夺走青梅竹马初吻的人 就是上次棒球比赛的对手 这个人和青梅竹马打了个赌 如果 我赢了比赛 我就要帮你一口 卧槽 提出这么大胆的想法 你问你是楼君我这样的型男吗 呃 好像还真是 现在小岚还是输了比赛 所以青梅竹马的初吻再次面临了危机 怎么办 Oh my god 难道要选择原两套吗 不 小岚要改变 所以她选择了 气声武器 加加 哎呀小伙子 你们这种连巴斯见面都搞出来的情况 是要被学校处分的呀 果然 学校第二天就处分了小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你性别如何 在学校早年还公开秀 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保住了青梅竹马的初吻 还搬弯了一个纸牌 相机卡 掐一身 小岚又从过去回到了现在 但是青梅竹马 还是嫁给了别人 所以 小岚依然要继续 哈 里路亚 走起 小岚要改变她第三个过去 是找出生人那天 青梅竹马生气的原因 青梅竹马为什么会生气 她咋姨妈来了 No 她小姨妈来了 No 她咋姑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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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前的男同学们请注意 你的她 生气 当然都是你的错啊 果然 青梅竹马寄给小岚一张大话机 有点藏版资金 对小岚说 我要 小岚这才想起 自己忘记给青梅竹马买约定的礼物了 怪不得青梅竹马会生气 要死要死要死 所以小岚化身追逐梦想的马拉松选手 辗转小卖部 便利店 彩妆大赛 买礼物 然而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相亲相爱的青梅竹马 真的会因为一个赌约的礼物 就在小岚生日这天 生她的气吗 难道不是因为小岚迟迟没有告诉青梅竹马 最重要的人 就坐在身边吗 果然 青梅竹马生气的真相 是这样的 青梅竹马的视角 今天是小岚的生日 我给她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 但是直接送出去那一点也不supplies 所以我将礼物藏在了图书馆的书架上 为了提示小岚 不故意把三文寄来的时候放在了桌上 还把书号写在了典仓版CD里 一打到就提醒小岚要喝橙汁 这么多的暗示 她一定会找到生日礼物的吧 嘿嘿 二姑娘 如果不是多了一次穿越的机会 她可能真的找不到啊 你要晓得 三次穿越 小岚成功在青梅竹马心理好感度加三 然而这并不够逆选最后的结局 因为 她根本没有告白 所以 那些总是说明天在座的人啊 都是笨蛋 所以她的哈利路亚走起 之旅还要继续 接下来的故事啊 当然是你们自己去看了 给我快去看 总的来说 这次中版的求婚大作战 还是一部可看 但是也有明显缺点的青春爱情喜剧 它最大的问题 在于翻拍过程中的本土化做的不好 改编那样也太过实在了 就连棒球 这样日系的运动元素 也没有变动 简直是一点地气都不解啊 对于我们来说 少蕾 安打 捕手 投手 什么的 谁听得懂啊 还是足球篮球乒乓球 红黄来绿运动山才对得上嘛 其实啊 要做到这一点很简单 只要三步走 一 二 三 哎 你看 这不就变成我们回忆里的青春少年了吗 这样的青春少年 是不是超想告白呢 超想告诉你 520 天窝 天窝 鸡店店开手 就像小懒学长告白身至 转右天窝 喊话没 拿着这个小粉瓶 将你告白的声音大声喊出来吧 小懒 你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人 我是罗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 有点 姐会